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功夫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一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富足人生一百问的单元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很多 富足人生的方法 那大家知道农夫种稻田呢 大概到这个年底左右 就开始也不会收割 那七八月会休耕 休息完之后到年底 再一起庆祝丰年 所以很多的原住民族的活动呢 也都在年底会紧锣密鼓的展开 那其实除了我们在农作物上面的 一波的收割以外呢 生命当中其实我觉得到了年底哦 也是一个大家非常欢腾的时候 因为到了年底呢 好像很多朋友们都会相聚了 我们很多的节庆要过 大家会开始联络感情 生命的这个富足度呢 就会越来越丰厚 那在我们12月21号跟22号这两天呢 太阳上的导师也会来举办 生命里战庆丰年的冬季世界巡回演讲 时间是12月21号 有分下午场跟晚上场 那台北地区的朋友呢 是晚上六点入场 如果是中南部的朋友呢 可以参加下午场是下午一点钟入场 那12月22号是一整天 从早上的十点一直到晚上的六点钟 会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财富密集庆冬至实修实练课程 所以这两天哦 都是会让大家收获满满的 那在今天呢 我们也同样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力量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上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小云你好 以及自由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对导师来说 应该每一年都是丰收年吧 我们不敢想太多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把握当下 就是每一分每一秒 没有虚度光阴 那么在人间可以面对自己 有个交代 我想这就是重点 对刚刚导师说 不要浪费生命当中的 每一分每一秒 你知道到了年底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当他们回首 刚过的这一年的时候 发现自己 跟去年跟前年 跟十年前都没有什么太多改变 这个日子就这样虚度 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 我问我说 新年倒数 倒数倒数 新的一年来了 新的一年来了 大家都很高兴 说今年要发大财 今年要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对不对 对 但是 在这时间呢 刹那间好像到年尾了 那上那间好像又要开始 又要下一年度的 倒数记者说 后来一看 这一年好像 还不如去年 那有些人会更加的 怎么想都想不通 我这么样的努力 或我这么样的期待 我这么样的充实自己 怎么会到今年年底 还不如去年年底 那很多人 这个 在心中啊 总是有很多的问号 或者是 所谓求不得的苦 就在这个心里面啊 挣扎也好 或者是 一直在问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也好 总是 不是一个圆满见 那也有些人 就因为这样子 就苦了自己 他不能够 走不出来 他就一直在这里面 搅啊搅 后来在精神上 各方面都产生了 慢性的病变的人 也大有人在 所以非常可惜 嗯 真的 而且很多人就会说 诶没有啊 我这一年 我很认真的学习啊 很多人下班 上班族 不是下班族 上班族下班之后 就会说 诶那我就学 什么英文啦 学什么看财报啦 学很多 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诶但是 为什么 好像学习学习 就这样没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长进呢 所以这就是 有时候人的迷思 他认为 我在红尘中不如意 或者是我在公司里面 老是吃憋 升不上去 诶 我再去读个书 可能就好了 对 我再去参加个什么短期的补期 培训 可能就好了 所以你看有些人 他一然而然的晚上 连吃晚饭时间都没有 下了班就赶快跑到学校 或者是补习班 去上某种的这样子的一个延续性的课程 对 诶 读完了 拿了博士了 拿了硕士了 拿了什么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给自己交代 我曾经努力了 但是再回到他的职场 再回到红尘上去面对 再来看自己的人生 好像也没有什么进步 所以很多人在这方面挣扎过之后 他就傻了 他觉得不是 红小弟就是说 要努力努力才能助人投地吗 那我们这么样的努力 怎么天地就没有听到自己的声 就是说这么样努力的声音 没有给一个好的交代呢 所以很多人也 有些人比如说读了一个 一个major的硕士 也觉得还不行 没有去读对他一个major的硕士 有没有 对 有好几个硕士出来 还是 起不开 嗯 那个公司要伸 要伸人上去的时候 他就没有他的分 嗯 或者跳槽 这个乐跳 公司的这个 跳到其他公司的基于越来越不好的 这有大人在 所以对他百事不解 怎么样才会松手 怎么样才是给自己精深 哦 努力了以后有个圆满的交代 嗯 那这个很多人 虽然不说 但他的心里面 也一直在 低估着低估着问自己 嗯 而且我发现呢 也蛮多人 除了是说 这个职场上不如意哦 好像 明明我这是个千里码 就是没有遇到伯乐 或者是呢 有些人是 诶 这个职场上得意哦 钱也赚的不少 像我自己身边呢 有蛮多朋友的朋友都是这样 长得高高帅帅的啊 然后事业有成啊 四十几岁 也算是 中壮年哦 应该照理来说 是大家女生为之疯狂的对象 但是每次一问呢 都诶 长年单身 诶 为什么呢 就这样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有些人在物质上富足 在职位上富足 但是呢 在他的感情 诶 就是很单薄 所以 嗯 就是在这个 丰年上面 他就是缺了这一位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你提到说 呃 男女朋友也好 或者怎么样的 这方面的一个主题 嗯 那要看咯 有些人说 如果论男 交男朋友 还交女朋友 那我太多故事了 我太多这个 这个前面一号二号 我不知道多少号 那你要说丰富 我还真丰富 嗯 但是他在 真正的感情世界里面 他是非常枯极的 嗯 那么 真的去 口吸了他这里面的 所以然 可是我说是因为 人生观 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阶段性的 给自己一个目标 嗯 啊 或者是什么样 其他的理由 嗯 的一个 可能性的错误 嗯 导致后来 他觉得 真的 一点都不丰富 嗯 那真的是 让他感受到 啊 再想要怎么样的努力 好像那个劲啊 死不上来 嗯 这种也打扰人在 嗯 或者是呢 有些人呢 他就是 在这个情制度啊 嗯 啊 不管怎么样 就是比较 不尽人意 对 不管是结了婚了 还是未婚啊 嗯 他就是 他什么就努力 哎呀 我可以为他辛苦 我可以为他付出 我可以为他 为他为他为他 就还是得到一个 不好的下场 嗯 啊 或者是 一边过着 地狱般的生活 或者是 总是 一讲到这个话题 就是 这个 内如雨下 嗯 那样的委屈 对 那你这么想到说 封联的时候 好 庆封联 他说 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我曾经这么样的努力 但是 得到了这种机遇 你如何要我庆封联 对 这样这样的人在 红尘中的大人在 对啊 我想 嗯 之前我们娱乐界的 林志玲姐姐 她终于结婚了 我想她可能 今年才真的觉得 可以庆封联 对不对 之前她谈到感情事 都是会掉眼泪的 就是知道说 真的人 在 你看志玲姐姐 是 名利双收 大家又爱她 每个人 讲到她 就是 但是呢 就是 即便 好像看起来 这么完美的人 都有她 觉得生命当中 很匮乏的一面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 庆封联 怎么样让自己 在这个 生命当中的 方方面面都可以 真的好像很丰收呢 是不是 人生当中 好像似乎就是 你没有办法 全部都得呢 我想啊 人在一生当中 这个经验啊 在她的一步一步当中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产生的结论 不管是好的 还是坏的 都称为经验 但是这个经验 如果自己 都遇到 不开牌 都是 不想面对的 这些结论 那可能就是 很 伤痛的经验 对 那么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 人家如果问张诗人说 你觉得你这一生怎么样 他可能就是 坎坎而坎 三天三夜 然后结论是 命运坎坷 欲人不俗 点点点点 对吧 那 同样是 母亲十月怀胎 哇哇落地 那为什么有些人 这个命中 好像是 电影般的风水 这么样的好 那有些人又是 这个连 最基本的要求的 期待都没有 那为什么呢 那这些东西 很多人 他也曾经想过 但是想着想着 实在是想着很头痛 就不想了 但是 不会因为你不想 而这些主题 不会在你的生命上演 好或坏都会上演 只是这个里面 我们如何去把握 趋吉避凶 把好的事情 都揽在我们自己身上 把不好的呢 因为我们的智慧 以及所见所闻 来做某种的调整处理 进而让自己 能够赐两波千金的 在人生路上 对自己有一个 完美圆满的交代 我想这就是今生 财富与否的关键点 所以我们想要让自己的生命呢 变得更加的丰盛 我想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导师都提供了 非常多的方法 那其中一个 就是重要的关键 叫做爱与感恩 那过去呢 导师也曾经分享一场的主题 叫做天地恩情总是爱 那我想经过爱的浇灌之后 在今年总算是要生命里赞庆封年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爱 它是不是一个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比较丰收的 一个关键之一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也可以说 你有了这个密码 你在人生当中 无往不利的机会 就会多很多 但是如果 你只是空谈这个字 或者是空空的 手的这个字 你没有拿来 怎么样的调动 应用 那么就很可惜 那一般人而言 他说要爱 我也会啊 对不对 要怎么样我都可以啊 但是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 他在人生当中 因为爱的能量不足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同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其中啊 去想了一下以后 是不是有一套系统 可以帮助我们 在爱的这样子的运用上 可以较弱指掌 让我们今生 从此之后的分分秒秒间 都因为有了最像密码 而让我们就开始 丰富 满足 圆 这圆容各种境 那我想这个 这个有和没有啊 就差很多了 对 因为可能是天堂一个人 抑郁了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说 生命里占庆锋年 我真的希望大家是 到了年末的时候 可以快乐的收割 自己生命的富足 我们不要当那一个坐在旁边 看别人收割的人 那感觉真的是有点伤心 好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 这个其中的关键 我们说 它不是宗教 它也不是一个很玄虚的理论 它是一套科学的方法 我们常在生命当 这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超级生命密码 那如果想要更多了解的朋友呢 12月21号 跟12月22号这两天 星期六星期天 在桃园的林口体育馆 导师呢 就会跟大家分享 让生命富足的一个秘诀 那12月21号呢 是大型音乐会讲座 有分成下午场跟晚上场 下午场是下午一点钟 晚上场是晚上六点钟 12月22号是一整天 从早上十点 一直到晚上的六点 那么主讲的内容呢 是讲财富密集 庆冬至 时休时练的课程 好所以这两天的活动内容 非常的丰富 大家不要错过了 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上班时间 拨打报名专线 0255995439 0255995439 好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来听首导师的 作词作曲的歌曲 稍作休息 待下等会儿来之后呢 也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生命礼赞 请封年 咱们 岁月悠悠 四季流转 看尽人间渡望 自在的人 早复幸福 幸福自成 天地满满圈谷 爱满满满 叉笑中苏醒 天生人间非凡 渺渺见幸福也在 幸福在爱里 幸福在心情 幸福在光处 幸福在眼前 生凡皆如意 如有天地 幸福心 温馨每人间 千天看闭妙呼吸 温馨重重光点 光与爱 幸福又穿世待见 岁月悠悠悠 四季流转 岁月悠悠悠 四季流转 天地满满 山吹心 天地满满 旁月悠悠悠悠 深厚 寒远 哈 六季流转 天地满满圈谷 天地满满圈谷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功夫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100问 欢迎回来振升台北调平台 FM104.1进行的单元是富足人生100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会跟大家分享很多 让生命富足的方法跟秘诀 我们说是秘诀啦 但是没有那么秘密 我们都是在单元当中 非常公开的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么特别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今年底2019年12月21号 跟12月22号这两天呢 在桃园的林口体育馆 会有大型的世界巡回讲座演讲 那么主题是生命礼战庆丰年 让大家呢来收割 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很多的进步跟成长 那如果想要参加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上班时间 拨打0255995439 0255995439 那这两场讲座非常的丰富哦 那我们说到呢 生命礼战庆丰年 其中一个蛮重要的 让生命富足的关键 就是爱这个字哦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顺的导师 来跟大家分享 老师好 小云你好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说呢 让生命富足的 其中一个关键叫做爱 好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呢 都跟大家分享爱与感恩 那其中爱呢 也是其中一个关键 但是有人就会说 哎可是我从小 有些人是孤儿 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节目 在大陆挺红的 叫做超级育儿师 那他讲的是亲子之间的互动 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那其中有个妈妈呢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她从小就是个孤儿 所以她也不知道 该怎么样爱她的孩子 好所以我们说 像这样子在爱里面 她原来就很匮乏的 甚至呢 也许有些是遭到家暴的孩子 她这个从小在爱上面 就没有足够的体会 那如果是这个天生上 在爱里面 也没有那么多感触的朋友 那怎么样可以来增加 他们爱的能力呢 OK 刚刚你提到说 这个你看到这个电视节目 然后她从小就没有这个 爱的这种质问 对 这种印象观念的 那么等到她长大成人之后 在这上面可能有某种配法 她怎么样才可以来做 什么样的一个实质的作为 让爱的这个感觉 或者实际面能够提升 是这样吧 对 那么我想哦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先要一个观念 就是说呢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好 我们的同事也好 我们的朋友也好 每一个人 所带来的生命 原先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 大家应该没有意义吧 因为这个 同样是这个 十月的坏胎生下了我们 母亲十月的坏胎生下了我们呢 但是好像有些人 不错有些人差了一点 有些人真的都不用提了 所以这个事实的话 不管这个人是匮乏着现在 还是他很有他的曾经的富有 那现在好或坏不谈 或者是一下有一下没有的人 也是大人在 这种觉得资源啊 生命带来这种资源 一下子好像又不错 一下子好像又没有的 也大人在 所以呢 我们不如啊 就把它变成像一个数学习题的观念 那么 那么不管是这个 有一下有一下没有的 还是现在觉得匮乏的 还是这个 感觉还可以 但是真的好到哪里 好像又说不上来的 我们就用数学的这种观念啊 所谓的这个震撼复啊 中间是零的一条线啊 来做一个区隔 假的只要觉得有缺的 不是很好的 他一定是在零之下 好 那零之下多少呢 那就看每一个人自己的造化 对吧 自己给自己打分 所以当你想到每一个人 好 他在这样子的一个 爱的能量场的这样子的资源里 可能在现在红尘中 有很多的人在这个主题上 用这样子的一个数学习题来做区分的话 对 他可能都在零以下 只是在以下多少而已 那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要来把握这个习题 就说不管他是负一还是负一百 或者是他是正一还是正二 这些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这事实认清的话 我们可能会期待 期待明天奇迹的出现 让我们从负一百变成正一百 但是这有可能吗 不可能 很好 但是我们传统的一种观点 可能说有可能啊 我们可能去哪里做一个祈求 可能一被保佑就可能好运连连了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现在所谈的是真正生命的层面 不是一时 而是今生 不受时间的洗礼 但是他确实他所陈述出来的这个界面 好或坏 他是一直存在着的 那就不是今天去不去祈祷 明天会不会被保佑的问题 而是我们是很严酷的来看这项事情 自己究竟在哪里 嗯 那如果 现在是自己在处于 处10 处20 嗯 那么我们期待着至少不要太差 至少能够 冲破1的这条线 嗯 2 3 4往上升对不对 对 所以这就很现实的问我们自己了 我们该怎么办 嗯 我们去等待呢 还是要有所作为 嗯 这就是一个抉择的问题了 嗯 继续等待有可能 你这一生 等待到最后 什么也不开牌 嗯 还在继续等待着来世 嗯 这有可能 对 对 所以也有可能 在本待中 可能有某种的 这个 进步 但是它是昙花一些 最后你还是留在 你本来是负100 那可能 稍微有个什么昙花 一开了 你觉得有进步 那可能只是往上升了 两三个数字 可能是 负97 负95 但是你还是负的 嗯 对 所以这可能就要问自己该怎么办 所以在差距性码系统里面 我们就来讲 选择很重要 嗯 你选择要不要改变 如果要改变 那可能我们从被动就变为主动 如果不选择改变 留在原地等待 嗯 那可能就是后面都是负的消极念 嗯 这个时候选择 那我想每个人都说 那我要改变 因为我要成长嘛 我要能够进步 嗯 所以 一旦的 改变下去 那就要回来问哦 嗯 如何改变 你才能够让自己平步轻云的 一直往上提升 突破了临界点 然后是 一二三四五十二九十三往上升 对吧 所以在差距性码系统里面呢 我们就来讲 原先带来这些资源 不见得好用 那现在我们决定要突破了改变 又好像找不到机会方向 那机会方向没有的时候 然后我们只有等待 等待又出 没有什么出路 嗯 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 好 我就教我们的水源呢 嗯 要能够认清事实 不当鸵鸟 嗯 再来呢 就是开始营造 嗯 开始营造什么呢 营造你可以有某种 嗯 蜕变起身的机会 嗯 进而能够成长 然后得到可能性的成就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讲啦 那怎么营造呢 对不对 对 有人说哎呀 你们说那么多大道理 我就是没爱啊 嗯 所以现在告诉我什么营造 我听都不想听 那就很可惜 对 如果在我们超马世界里面 我们讲的是科学 好 我们讲一步一步来 嗯 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 好 我教导我们的这个学员呢 我们营造 在这个爱能量调动不起来的时候 我们从这里面说 我有爱 事实上是没有爱 嗯 我喊久了心根虚 对 把这爱能量更匮乏 嗯 所以在我们系统里面呢 在生命里面 还有一项重要的密码 就是感恩 嗯 那么我们想要借由感恩呢 给自己 好像这个天然 这个柴火啊 嗯 嗯 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原动力开始增长增长 所以呢 我们就二话不说呢 不管有爱没爱啊 这都不谈 我们开始做练习 什么练习呢 感恩的练习 嗯 嗯 所以当感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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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会发现 诶 好像有能量 有点提升有点提升 还是慢慢提升了 嗯 这就是我们刚刚 抉择之后 在营造里 看到了能量场的变化 哦 所以这么一提升呢 你会发现 诶 今天早上我还觉得这辈子真的是白火了 嗯 嗯 还真的是想要看怎么结束 嗯 生命 诶 怎么做这一会我感恩感恩 诶 诶 才中我而已 我觉得感觉蛮好的 嗯 好像早上的同龄产物不见了 嗯 如果真是如此 那我们就应该顺着这样子的一个理论 以及实际的操作 开始探究感恩和爱之间 他之间的关系 嗯 所以当我们超越生命系统里面 加了两根玉玛的爱与感恩呢 他就有这样子微妙的关系 当感恩德国后开始往上成长的时候 嗯 爱的能量场也开始不求自得的 开始往上累积 嗯 那这是天律 那不是谁的发明 嗯 就是今天在超越生命系统里面 太阳圣德 非常直言的把这简单的关系 来构化出来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更容易来做 来学习 嗯 来实验 来让自己成长 对 那我们要知道呢 如果这世间 好 能量 与否 影响每个人都有 很重要的一个 点 嗯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把自己爱的能量提升 那可能后面的事情都会开始有做转变了 嗯 对 对 能不能够把握 那就是这一套系统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它在在 提醒我们教导 或者是 在平常有一些观念不是很 充足的情况下 有些疑惑的 在这个系统里面都会让我们看到曙光 嗯 然后进而就 二话不说 我专心一致的把自己的这个成长面呢 嗯 给它拉伸上 这个能量场一拉伸上去 爱的能量一充足满意 我会发现 各种的关系 嗯 都因为能量的提升 而让我们的境界 从凶化极 嗯 然后好上大好 嗯 是这样子 哇 我觉得导师刚分享这一段真的太宝贵了 大家一定要录下来 然后听十遍 好好好 因为呢 刚刚导师其实提供了很多的方法 比方说我们说爱很匮乏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感恩开始做 那感恩感恩着呢 你的爱的能量就会提升 那么接着呢 我们的能量就会再跟着提升 所以 刚刚导师在分享这段过程当中呢 我就其实也蛮多感触的 因为像 这样访谈导师 那么久的一段时间以来呢 我发现我自己在生活当中 也其实蛮多改变 我觉得那改变是蛮奇妙的 你可以说是一念之间 这样的时候遇到一些人际上面的挫折 我就思考到 诶 导师说这个跟能量场有关 诶 我这样一思考呢 那这个坏心情就完全的烟消云散 那这是人际方面呢 当然还有很多的层面 所以我觉得导师在我们的访谈当中呢 其实都很毫不保留的 跟大家分享很多 让生命富足的关键 那在我们12月21号跟22号这两天呢 也非常难得的 非常宝贵的 导师特别从美国回来台湾 要跟大家来面对面的分享 那这12月21号跟22号呢 是在林口体育馆 12月21号是一个生命里赞庆丰年的大型音乐会讲座 导师呢 有创作了12首的歌曲 即将要跟大家一起来碰面来分享 透过音乐的这个能量的传递呢 你可以更加的感觉到 诶 透过音乐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一些感受 那么在12月22号这一天是从早上10点 一直到晚上6点钟 一样在林口体育馆会分享的是财富密集 庆冬至实修实练课程 让大家呢是真的学会方法一步一步的做 然后带回家慢慢的来练习哦 所以这非常难得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把握 如果想要参加的朋友呢 请大家在上班时间可以来拨打台北电话 台北电话 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或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你就可以看到官方网站 以及粉丝专页都能够找到相关的讯息 另外呢 在全省各地也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想要来等不及在12月份才来听讲座的朋友呢 透过这个圆满人生精英会 你也可以就很快的先来了解这个密码系统怎么样来做运作 那另外呢 还有可以下载APP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 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资讯 还有好歌也都在上面可以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好 那么今天的附组人生100问单元呢 我们就感谢我们的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那么节目最后呢 也来送上这首由太阳圣的导师做词做曲的歌曲 明白自在 我们明天再会咯 拜拜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